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快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 在大阪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时 美方代表团出现了两名意外代表 分别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凡卡 和他的夫婿库什纳 美国总统女儿和女婿 被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之前 没有任何的政府经验 却在为期两天的20国峰会上 成为川普的关键助手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等中国鹰派主导的川普政府中 他们能够出席中美领导人 这一次的高风险会议 也凸显了这对夫妻对华盛顿 对中国政策的潜在影响 与此同时 川普也再次热情地强调 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在与习近平的会晤当中 川普回忆了他在中国度过的时光 说我和家人2017年的北京之行 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次美好经历 他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美好的 让人难以置信的文化 据一位中国分析师指出 川普的家人未来可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伊凡卡可能是在华盛顿中的 中国政策当中会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他将来参与政治 他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了解 会是一项重要资产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国际关系专家庞中英说 伊凡卡夫妇在中国有很多的联系和利益关系 在川普当选初期 伊凡卡和丈夫库什纳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作用 后来因为涉及裙带关系和利益冲突的指控 他们的参与受到严格审查 日媒朝日新闻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为30号前往南北韩边境的 非军事区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进行最后协调 若顺利会面 场所将在板门店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报道也指出 收支北韩内务事务的消息人士向朝日记者透露此事 川普今年三度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喊话 表示他在G20大阪峰会后将访问南韩 愿意在两韩非军事区DMZ见金正恩握手寒暄 朝日新闻指出 二月和内会谈当中北韩没有回应美国的要求完全无核化 谈判破裂 国际社会持续对朝鲜加以制裁 金正恩如果回应川普可能是为了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放松经济制裁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在开完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议之后 包括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之后我将从日本飞往南韩 如果北韩的金正恩主席看到这个发文 我希望在那里的时候可以和他在边界DMZ见面 只是握个手和打声招呼都好 当被南韩记者问到是否有接到北韩的联络时 川普说是已经收到了 当被问及明天召开南北韩美国高层会谈是否有可能 川普则回答说 等着瞧现在正在进行 而邀请金正恩参与会面之后 川普也在当地时间周漏告诉记者 金正恩是我的推特粉丝 就算被他放了鸽子也无所谓 川普还告诉记者 他觉得在周日访问非军事区时 跨入朝鲜地域没什么介意 非常自然可以进行的 他说我觉得这么做很自然 我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之前总统Jimmy Carter和Pan Bill Clinton 已经访问过朝鲜 但是没有任何在任美国总统曾经访问过朝鲜 川普坚持认为 如果金正恩放他鸽子 也不会是一个坏迹象 他说美国和朝鲜的情况 目前关系良好 在他发推之后 团队也很快就接受到来自朝鲜方面的电话 他说我只是伸出一个视角试探 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 也许他人不在朝鲜 我想说的是 如果金委员想要见面 我会在边境等他 我们相处得很好 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 对于那些说他们相处很好 并觉得不满的人 我要说对我们的确相处不错 而朝鲜在朝鲜国家媒体 KCNA的一份声明中 回应了川普的邀请 说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 但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官方提议 川普与南韩总统的晚宴之前 也接见了韩国男子天团EXO 而这个韩国男子天团 也送给川普唱片专辑Love Shot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南韩进行国事访问 29号他与家人出席南韩总统 文在眼夫妇在青瓦台准备的晚宴 与会除了南韩知名的高尔夫球员 还有韩国的明星EXO EXO的六名成员穿上了帅气西装 并亲自送出专辑给川普和他的女儿伊凡卡 据悉由于川普的家人就是EXO的粉丝 因此才特别安排了这场见面会 EXO的成员都穿起了帅气西装出席 EXO也以队长修后作为代表 送出签名专辑给川普和他的女儿伊凡卡 在9后习近平不到之后 巴西总统取消了和习近平在G20上的会面 虽然在多边峰会上的会议延迟并不罕见 时间常常出现延迟 但是领导者完全取消会议的情况 其实并不常见 在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 会议原定当地下午时间2点半开始 2点55分 一名新闻官员告诉记者 会议已经取消 巴西总统发言人就表示 巴西代表团不得不将行李装在酒店 并确保按时到达总统专机 因此 总统决定取消这次的双边会晤 他说会议已经推迟了 我们在会议室里面等候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出现 中国是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 并在巴西投入巨资 巴西总统也将于10月访问中国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和习近平谈论了 被捕加拿大的人问题 特鲁多说我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 与习主席进行面对面讨论 我们非常重视在中国被拘留的 两名加拿大人情况 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习主席进行了这样的交流 他说我们在峰会期间举行了多次会议 进行了建设性对话 你可以放心 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留的情况 是我们将会继续认真对待的 根据法新社报道 川普总统一意孤行导致20国集团G20的大阪峰会 无法就反对保护主义和遵守巴黎气候协定达成共识 外界质疑身四起 大家都在问G20是否还有存在必要 川普启程飞往大阪之前 对G20另外两个成员国中国大陆和印度开炮 大阪峰会东道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能达成首要目标 也就是促成G20一致同意遵守巴黎协定 而G20在中美贸易战这个最重要的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 俄国总统普京就在峰会的筹备阶段说 G20欧美重量金成员国提倡的自由主义已经荡然无存 川普与习近平决定恢复中断六周的中美贸易谈判 华府并同意暂时搁置对中国货品扩大加征关税 可能使金融市场大松一口气 下周一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渴望暴以涨身 黄金日元等避险资产行情可能回软 彭博资讯报道 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 在习近平政府同意向美国采购巨量农产品之后 他暂时不会向中国加征新关税 华尔街对于这个消息则大多表示欢迎 认为中美贸易战修兵未来一周投资人的信心渴望为之一振 并指出风险性资产如股票商品和新兴市场的涨势将蓄势待发 而安全避风港资产如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则将行建拙 对于川普放低身段表示会允许美国企业提供华为设备 美国媒体CNN就报道 川普让步可能反映华为对全球电信营运商和美国供应商至关重要 华为在全球科技生态的地位可能让该公司大到不能倒 报道指出华为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 已经斥资了20亿美元研发5G产品 华为也表示在30个国家就5G的技术签署50个商业合约 行动营运商游说团体GSMA预估 光是在欧洲无法使用华为设备就可能会导致无线电信商损失620亿美元 5G部署则会延后18个月左右 相较之下 美国舍弃华为设备可能会付出10亿美元的代价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在研究缩小对华为的禁令方法 更专注于要塞口的华为技术和美国在这方面对华为的销售 所谓要塞口指的是华为的技术可以控制无线网络的部分 尽管国会对于川席会的成果表示不满 特别是把华为当作谈判筹码这一点表示十分不认同 川席会的成果却得到了美国商业人士的欢迎 他们坚持认为3000亿美元的关税威胁将对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严重的损害 全国零售联合会政府关系高级副总裁大卫弗兰奇说 从进一步关税升级的危机边缘退回 对零售商和客户而言都是一个好兆头 也有专家认为贸易战已经进入延长赛 而华为只是延长赛的筹码 这次放宽并不代表华为已经过关 随时都还是有谈判破裂的可能 因此不需要太乐观 也不能掉以轻心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 俄国与美国的外交部长将就两国的核子武器管制展开新的谈判 但是他说新谈判或许不会朝着延长裁检核武条约 普京28号在日本大阪20国集会高峰会的第一天 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场边举行了元首会谈 目前普京并没有透露美俄两国外长将会何时举行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主会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的不同 5次国有人 Mal tant这种 本总统川普的两国外长华里并不持开 areắc